美女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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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今年二月 尼克松游長城的時候 爬到第幾個烽火台 把所有在東京的中國人 統統請在一起 開了一個 兩千多人的招待會 田中說 只要我當政五年 我一定把日、中、美、三國 構成一個等邊三角形 田中角榮最生動的一句話 游覽長城的時候 我陪著她 她說今年二月 尼克松游長城的時候 爬到第幾個烽火台 我說據我了解 爬到兩個烽火台 尼克松大概就到這裡 上去 我們都上第三個烽火台 超過美國 你搞月頂外交 我超前外交 在你前面 從中國關係正常化 一般來的都帶夫人的 田中沒帶夫人 那麼一般來的 都是由田中的女兒 田中 她來陪同的 來替代代她母親 田中訪問中國以後 馬上就訪問蘇聯 她也需要搞平衡了 後來蘇聯回來了以後 蘇聯的十月革命節 使館就邀請田中 也邀請我們中國 我們也很需要了解 田中訪蘇 究竟是個什麼情況 我就跟美智子 田中的女兒 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我說你跟著父親到蘇聯去訪問 而前不久 你沒有跟你父親到中國去訪問 你不怕中國人有意見嗎 她就說我這個父親的指示 父親說到中國去 即使談不成功 中國人說是個利益之邦 他也會很好地款待我的 後來我說訪問蘇聯成功嗎 不成功 他主要是吸引他們去到西伯利亞去投資 田中絞榮當場就不愉快 他就說 伯利利涅夫先生 我這次來是要回北方四島的 我不是來上地理科的 兩國建交勝利 田中大平回到東京以後 說了一件什麼事情 把所有在東京的中國人 統統請在一起 開了一個兩千多人 兩千多人的招待會 所有在東京的這個 和中國有關係的 感謝你們 我們訪問成功了 平時你們在日本的這個 也推動我們去訪問中國 現在總算成功了 我們當時外交部 不知道田中絞榮大平正方 搞了這麼一個活動 又是總理提醒我們了 說田中絞榮和大平外向 回去以後 還感謝所有的在東京的中國人 我們為什麼不搞 就緊急搞一個活動 把所有在北京的 這個日本人都請在一起 慶祝中日邦交成功 總理問了他 你對美國怎麼看 田中是這樣回答的 他很強大 世界第一 日本今天這個情況 也是日本自己造成的 田中說 如果我當成五年 我就會把日中美 日中美三國關係處理好 也對日本來講 日中美關係是最重要的 希望我們這個三國 變成一個等邊三角形 這樣的話 日本就安泰了 總理說 他是田中首相 你要考慮這一點 有五萬美金 駐紮在日本幾十個地方 這個情況 不是正常的情況 不是一個完全獨立國家 一個獨立的國家 應有的情況 他同意 但是我沒辦法 我只能把你加進來 我們三加成了一個 等邊三角形 叫你的心 為一idian 為一千萬四十個地方 我只能離開 今天因為是為一千萬四十個地方 我心願幾道 有完全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